北京惠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,是首都百年名校。 惠文中学是北京市首批可教授外籍学生学校之一, 从1994年成立北京惠文语言文化学校至今, 陆续接待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短期学习者4000余人。 惠文国际部取得了优异的教育教学成果, 高考评级长期履居中国基础教育, 对外办学领域前夜。 2007届泰国籍学生黄巧琳在北大留学生考试中获得第1名, 2009届土耳其籍学生吴彦华在北大留学生考试中获得第6名, 2014届清华北大录取率为54.5%, 2015届为50%, 2017届为50%, 其中清华面试通过率为100%, 2020届高三再创加级, 北大清华录取率为61.5%, 其中三人被北大人品学院入序。 惠文国际部能够在短期内挖掘学生的潜力, 并把他们送入到中国的地名尖学府。 有多名汉语零起点学生在短短的4年时间就考虑清华北大, 图表中的学生均为汉语零起点, 在我校学习4年就能考虑北大清华。 同时, 惠文国际部也注重学生的可持与发展, 通过对我校国际部毕业生的追踪调查发现, 我校学生在大学积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发展非常好色, 比如2009届学生南米注韩国籍, 目前在韩国中国银行工作。 多年来, 会员中学国际部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外籍学生, 设外办学的规模和水平不足以致。 在未来,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培养事业开阔具有融会整合能力的优秀人才。